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美國的評價化妝品牌 叫做Makeup Geek 那這個創辦人呢 他以前也是Youtuber 後來他就創了一個自己的美妝品牌 那這個牌子他是完全不傷害動物 不做動物實驗的 這個牌子是可以直接從他網站下訂單 然後寄來台灣的 運費好像是300多塊 這個是大的眼影盒 他可以選27個顏色放在裡面 所以呢我這樣子買一買 算一算下來 這一個眼影 單一個眼影 他是差不多台幣200元 但是呢他的顯色程度 還有他不會掉粉 還有他顏色的漂亮程度 真的超漂亮的 都可以跟專櫃級的比 我是覺得有了這個牌子 根本就不需要去買Mac的眼影 因為他很多顏色都跟Mac的眼影很像 有一些卻還要比Mac好用 所以呢等一下我就會來一一介紹這些 那訂購這家的化妝品的時候 他會在包裹裡面放一張這個 他們的算是卡片 然後上面就會寫我的名字 然後還畫了一個愛心 然後下面寫了這個 接到訂單人的名字 我覺得這樣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他們不會讓你覺得 好像他們就只是單純的 賺你錢而已 他們就是反而會把你的名字真的寫下來 旁邊還畫一個小愛心 好像很用心的感覺 其實這樣子多一個小步驟 真的會讓消費者的心情比較好 講一下這一個眼影盒 這個眼影盒 他有很多顏色 那我這個size大的 他還有小的 小的就是只能放 小的就是這樣子這麼小 只能放9個眼影 然後他還有中的 中的是放15個眼影 這個是大的是27個眼影 他還有一個正方形的 是可以放35個眼影的 那這個眼影盤呢 打開來就是這樣 他這個底下 這個黑色的地方是磁鐵 然後他的這個眼影也是磁鐵 所以你就可以選每個你要的顏色 可以自己拼成一個眼影盤 然後就是一個一個把它拆下來 然後這個眼影的原本的包裝是這樣子 眼影就是可以一個一個 單獨拆下來 放在這個眼影盤 來這個空的眼影盒之後 他也附送一包那種 有貼雙面膠的磁鐵 就是你也可以把你自己 平常買的眼影 貼那個雙面膠 然後放到這個盒子裡面 所以不是說這個盒子買了 就一定只能放他們自己的眼影 或是你要放腮紅也可以 反正只要有那個 只要把磁鐵貼在眼影上面 就可以全部都放到這個盒子裡 然後做一個專屬你自己喜歡的眼影 每一個眼影 他的網站是很 就是他有幫你做好的眼影盤 但是他也有這種可以自己選的顏色 然後他都會裝在這種小包裝裡面 扁扁的小包裝 然後這個是這樣 打開之後呢 裡面這樣子拉出來 這一個東西 再把它打開 還是在裡面 那為什麼我會有多兩個呢 是我超純的 我以為我選了27個眼影 但其實我選了28個顏色 然後呢 又不小心把其中一個眼影按到兩次 我以為我刪掉了 但其實沒有 所以呢 就變成了 多了兩個小的 放不進去 他都要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在自己的包裝裡面 那時候我就想說 纏了少一個顏色 就是你看很奇怪喔 他這個最後一排啊 如果他這個盒子 再稍微寬一點點的話 就可以不用就是 把它放在兩個眼影中間 那這個就是可以 就是你知道 全部都並排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做成 就是這樣子 算了 人家的創意 反正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到底該把什麼顏色拿出來呢 就想說 嗯 這種 這種實用的顏色啊 不能拿 一定要讓他都在裡面 這樣我才會常常去用他 那這種比較跳的顏色呢 黃色又是他自己一個人 他沒有跟他一起的配 可能這個橘啦 但是他 這個橘也不是黃色 因為他是橘色嘛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 那只好把綠都放一起 藍都放一起 那只有他 就要自己住在自己的包裝 這個牌子的眼影 他雖然都才 一個都才台幣200塊 他不算真的到非常非常便宜 但是也一點也不貴 我都是看網路上人家介紹的 等我真正的看到他的顏色之後 有一些顏色真的是會畫上去之後 就會覺得 好美好美的顏色 然後你就會覺得這200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 而且這一個眼影 那用完也要很久吧 如果像有一些這些顏色啊 跟MAC的很像 MAC的可能要 其實我也不知道MAC的多少錢 因為我沒有買過MAC的眼影 可是一定比200塊貴嘛 對不對 那這些眼影 如果跟MAC的一樣好 甚至比MAC好 根本就不需要去買MAC 只是你在網站上買 你可能要等差不多一個多禮拜才會收到 那等的時候是真的 覺得希望他趕快來 我買的是 我沒有就是那種多付費讓他寄快一點 我就是很標準的那種 台幣300塊的那種國際運費 其實也不算很貴 因為你收到了之後 會真的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就照著這個順序 從這樣子然後這樣子來講 第一個顏色 每次拿的時候都超怕 我把指甲戳到他這裡面 我就會很傷心 第一個顏色是叫做 Pitch Smoothie 是桃子 桃子冰 冰沙 這個眼影拿的你看 超級顯色 這樣子摸第一次 第一次著色嘛 著色在手指上 然後第二次著色你擦在你的身上啊 這是一個跟皮膚很接近的淡淡的 橘色膚色 它很適合拿來 可能你有時候不想要妝 不想眼影太重 可是你又想要有一點顏色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顏色擦在整個眼皮 然後就會很自然 第二個顏色是叫做 昆布雷 那個甜點的顏色 這個顏色就是比剛剛那個的 再稍微深一點 比Pitch Smoothie深一點 然後擦上去呢 它也是很接近膚色 只是比較深 就是 這兩個顏色就是都很適合拿來 那個把眼影的界線 界線暈開就對了 那這個顏色呢 你這樣子摸的時候 它的眼影啊 都是你這樣子摸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那個粉有多細 然後多顯色 再來第三個顏色是 PREPPY 這個顏色是比較 它是有一點點 帶一點點綠色調的淺咖啡色 PREPPY這個顏色我比較少用 因為其實我 比較喜歡用暖色系 像是橘色啊 或是 咖啡帶橘帶紅的顏色 所以這個顏色比較少用 但也是一個 它也是一個很適合拿來 暈旁邊的顏色 再來下一個是叫做 巴塞隆納海邊 它這個名字都是我自己取的 網站的名字都是英文 它是一個灰咖啡色 那這個超純 這個就是我不小心買到兩個的 這個巴塞隆納海邊 然後我那時候買到兩個 我就超生氣的 就想說 要是我們買了兩個樣的 為什麼再不多買一個想要的顏色 這個叫做Coco Bear 是可可熊 這個是一個 它超顯色的 可可熊是一個紅棕色 就是我最近最喜歡的顏色 因為頭髮染紅了之後 我就很喜歡在臉上啊 眉毛啊 眼皮用一些 跟髮色有相互勻的顏色 這個可可熊紅棕色 它是很適合 可能你今天想要畫咖啡色的眼影 可是你不知道什麼顏色的時候 就選它 它就是一個 不知道要用什麼的時候 就會去用它的一個顏色 再來是這個顏色 摩卡 這個摩卡呢 就是一個比較深的咖啡色 我覺得它沒有偏任何 冷色調或是暖色調 它可能就是一個中間色調的 一個咖啡色 它就是很適合煙燻妝啊 或者是小煙燻的時候 拿來暈那個眼線旁邊 再來是一個我覺得超美的顏色 它叫做Bitten Bitten應該就是咬血的深紅色 它沒有那麼可怕 它就是深紅色 超顯色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酒紅鮮紅色就對了 而且這家的 像很多這種深色系的粉 都會掉很多在這個下面 但是它不會 我覺得這個Youtuber真的很厲害 就是品質很好 價錢卻很公道的眼影 再來這個顏色叫做Shima Shima 它是很漂亮的白金色 它們家的亮粉都不會那種 額亮粉 它們是那種細細 可能就是你看到的一顆亮粉 再把它剪成一百片的那種這麼小 這樣子的形容 對嗎 這個顏色就是很適合打臥蠶啊 或是畫眼頭 讓眼睛眼神比較明亮一點的顏色 這個也超美 米白金色 再來一個叫做Rockstar 搖滾明星 這個顏色呢 你這樣子看是覺得它是一個銀白色的 把它推開之後 你就會在它的銀白色中間 在它的反光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粉紅色在裡面 很酷 我覺得也很漂亮 就很像E2House它有一支亮片的那種眼線衣啊 它也是外面看起來明明就是銀色 但是你把它擦上去卻是粉紅色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很神奇 所以這個顏色也是這樣 它也是很適合打臥蠶 或是放在眼頭跟那個Shima Shima一樣 下一個顏色叫做Hipster 它這個顏色也是偏冷色 灰核色的 它也是冷色調 我這次買眼影 我就買了一些冷色調一些暖色調 還有一些那種藍綠 接下來的三個都是我覺得超美超美的顏色 這個叫做Glamorous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橘銅的那種暖色調的 這個呢就是一個橘銅色 它是淺的橘銅色 這個橘銅色它非常的顯色 你就這樣輕輕一沾 你就會看到它的那個反光 超美的 都是有那種金屬色調的那種橘的 再來一個是比較深一點點的 這個就是比剛剛那一個 再稍微深一點 再橘一點 但它們同樣都是有金屬色調 金屬反光的 再來一個就是這三個當中最深的 它叫做Gaudits 這三個顏色啊 用在一起的時候是真的非常漂亮 可以畫出很漂亮的漸層 它這個就是三個當中最深的 接下來呢是一個紫色 但是它也是有金屬質感的紫色 叫做Lasden 像有一些牌子它可能霧面的顏色做得很好 但是它那種金屬質感會反光那種 就做得可能粉很粗 有一些可能是金屬質感反光那種眼影 做得非常好 反光非常漂亮 但是呢可能它的霧面的眼影就很容易掉粉 或是很不好推開 還不顯色之類的 但是這一個牌子是 它把任何每一種系列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有一種無可挑剔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非常值得買 如果你有缺眼影 或是你喜歡這種可以自己組眼影的感覺 這個Lasdance呢 它是一個紫色 你中間帶一點點 裡面帶一點點咖啡的顏色 也是非常漂亮 覺得做煙燻妝很適合 再來呢 那個Lasdance和這個prong night 我覺得它們根本就是同一個系列的感覺 Lasdance的最後的意思就是最後一支舞 那prong night就是舞會 所以感覺它們應該是要在一起 它這樣看是深色對不對 但其實它是一個淺紫色 然後也是有稍微會一點點反光 很漂亮的顏色 淡淡的 那還是叫做Twilight 我都是把相似的顏色放在一起 所以這樣一個一個介紹下來顏色都會很像 這個顏色它就是比prong night 再稍微粉一點 再稍微帶一點點粉紅色一點 但是跟剛剛那個prong night也是很像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偏好有金屬光澤的那個眼影 所以這一些 就是我買的可能金屬光澤的有偏多 再下來一個叫做un expected 這是一個霧面的紫色 稍微帶一點點灰 帶一點點粉紅 接下來呢 這個粉紅色也超級美麗 這個粉紅色它叫做cupcake 有一些粉紅色的眼影啊 你這樣這樣子弄完抹上去試色 就會覺得 我剛剛有沾到東西嗎 但這個粉紅色的眼影 它是非常顯色的粉紅色眼影 而且它的粉紅不會讓你是覺得很俗氣 或是太夢幻的粉紅 我覺得它就是介於中間剛剛好 這一個叫做mango tango 它就是一個很橘色的橘色 很漂亮那種很跳的橘色 然後它裡面有稍微有一點點金粉 但是畫上去之後你不會 就是不會感覺到它只是會給你很漂亮的那種 可能眨眼的時候啊 或是轉的時候會有那個反光 下一個叫做chickety 它也是橘色 它是淺橘色 像剛剛那個mango tango 它就是帶一點點紅的那種 很跳很夏威夷的那種橘色 那這個橘色就是一個標準的 就是標準的橘色 我的那個上面這邊有畫這個淺橘色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橘色眼影畫在眼睛上好嗎 但是這個顏色 他們這個顏色是畫上去之後 不會到很突兀 接下來這個叫做apple tini 它是一個草綠色 中裡面有一點點黃色的亮粉 但是不會很明顯 它就是一個青草綠的那種綠色 因為我好像比較少綠色眼影 所以我在這邊就買了很多綠色眼影 他們家的綠色眼影做得很漂亮 glass slipper 它是一個淺藍色 就是你看這樣超美的 它是金屬光澤的淺藍色 擦上去之後呢 它和剛剛那個apple tini 他們感覺擦上去就是同一系列的那種感覺 接下來這個叫做poison ivy 有帶一點咖啡的綠色 然後裡面也是有一點金金細細的亮粉 再來dirty martini 它這個顏色是一個深的橄欖綠 綠加一點咖啡色的那種顏色 接下來這一個藍色 我是覺得它很像泰瑞色啦 泰瑞就是那個非各瑜小風的泰瑞 我很喜歡那個泰瑞 然後像我指甲油也有泰瑞色 然後看到什麼東西如果形容不出來的話 就說它是泰瑞色 所以這個顏色超泰瑞色的 然後看超顯色 藍綠色 霧面的藍綠色 接下來這個是peacock孔雀 我那時候第一次這樣摸到它 它是有水嗎 它是軟的嗎 但是不是 他們家的眼影真的是好推開 真的是像奶油一樣 有沒有 就是像奶油一樣 這樣一推就覺得它融化 融在皮膚裡面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這個peacock 它是一個深的藍綠色 霧面的 這個眼影排面最後的一個顏色 叫做envy 它是一個綠色的中間 有一點銀色反光 很漂亮的深綠色 金屬質感的深綠色 再來是裝不下的這個 是一個黃色 這一個眼影叫做lemon drop 超顯色 然後塗開來呢 它也不是霧面 它也是會有金屬 金屬的那種反光的一個黃色 以上就是我推薦的這個美國的品牌 makeup geek的這個眼影囉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幫我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囉 那就下次見囉 bye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十分鐘內能完成的 簡單快速的上班或上課的妝容 用一個屈臣式也買得到的開架的CC霜